見到我手上拿著今屆天津全運會的吉祥物瓶娃 就知道今集一體一波爐 將會化身成為全運會的特別版 今次港隊派出很多選手參加這個賽事 當中有人成功奪金 截止9月3號 香港隊在全運會獲得兩面金牌 兩面金牌都是由單車隊獲得 當中有龐耀及楊善玉參加女子密迪順賽時先拔頭籌 之後亦有肥榮、梁章榮 就在男子全運賽再獲得多面金牌 真是好厲害 之後Instagram都有寫教練沈金康和黃金寶的說話去支持他 相信這些話語亦是今次奪金的成功來源 當中阿寶的一句 俠路相逢勇者四岸這句說話真是非常勵志 其實肥榮在之前已經跟隊友高少衛 令到男子密迪順賽的銀牌 而他亦有開帖寫一些同阿高之間的感受 智女行間都感覺到他們兩個的喜悅 講到今次全運會獲得兩面獎牌的 除了阿榮之外 還有在珍鮮賽和海林賽 都獲得面銅牌的大師姐李維斯 如果要在手還有劍擊界一枝獨首的崔浩賢 是呀 阿Nic就因為他的外表進朗 所以外界都叫他做劍擊界花美藍 可能這樣有時都會被人忽略了他本身的實力 但今次他就在全運會中非常之好成績 來個大爆發 在花劍個人賽拿到銀牌 是港隊成績最好的一個 所以賽後他在Instagram都分享了自己的心路歷程 還說要感謝家人和香港人的支持 之後崔浩賢和隊友張家朗、張小倫和陳健鴻 在花劍團體賽力壓福建 歷史性為港隊在這個項目取得銅牌 之後阿Nic更加提到 拿這個銅牌比個人賽拿銀牌更加有意義 因為他們突破了四年前的第四名 還說自己是無法用言語去講出自己的感受 其實講到突破的話 不單止一班花劍男 重劍方面就有粉漸多年的方海生 在個人賽拿了銅牌 這次亦都是香港歷來 首次由男子重劍選手 站到去上全運會的頒獎台上面 所以阿Nic都特意跟他來張合照 有時比賽這些東西即使是拿不到獎 但在比賽的過程 保持著一份永不放棄的精神 即使不是第一名衝線 完成到比賽之後的滿足感都會相當之大 對阿 好像我們香港的三項鐵人代表 司徒、邵恩、Lian 他今年就重返港隊 今次在全運會面對著很多實力很強的對手 他自己都說了 其實游完水上水那一刻 他仍在排名以第26位 但就憑著他咬牙關 最終就以第15名名次去衝線 所以他都說真是心滿意足 司徒在比賽過後 亦都post了一張照片在Instagram 是在吃雪糕的 他還說 比完賽的寶寶有雪糕吃 看來都幾會彈阿 司徒 有時女生這些東西真的很容易哄 見到司徒一杯雪糕 我都很想吃 不知道有沒有人請我吃 有沒有呢 誰呢? 對啦 有沒有呢?